昨天我一个亲戚打电话给我 说要去我家拿点鸡蛋 我说我没在家 我说门被我锁上了 钥匙放在那个地方 我说你进去的时候 你要注意要带根棍子 他说没事的 我还弄不顾他呀 然后他就进去了 进去以后 具体那个情况就是被他追啊踩啊 结果差点掉到河里面去 衣服全被踩湿了 结果他鸡蛋也没敢拿 后来就走了 他也没跟我说 没好意思说 后来我昨晚 翻我家摄像头视频才看到 我看那个样子当时被弄得不轻嘛 我打电话给他 我说有没有受伤 他说没事没事 就是我家一般人不在家 陌生人不能进去的 进去的话那你要带棍子什么的 家里也没事的 咱们开门是吧好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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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